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对台湾经济发展适当头棒喝 不少饭店旅宿业者在疫情严峻时期 甚至被迫经历裁员倒闭潮 努力坚持下来的业者靠着转型重新出发 亲切的笑容迎接客人来台五年的日本管家 已经久后多时 要带顾客体验到底日本文化 我们有穿浴衣的体验 那这一次帮你选的是春天的代表 浑色跟红红色的浴衣 还有浑色的腰带 樱花的木鸡还有发架 那为了让客人觉得来到日本 所以我们日本管家帮客人穿浴衣 不能出国 金华推出邮轮管家 各国体验搬进饭店 进行一站式享受 我们有抹茶的体验 那这些道具里面 最特别的是这个 中文叫茶现 日文叫茶身 那用这个道具刷出泡沫 如果有泡沫的话 抹茶的味道更好喝 日本管家清取几匙 道地金刚抹茶粉 热水冲出 茶香四溢 搭配茶馅刷出浓香的日本抹茶 为了让客人生理其境 饭店各种异国服务 传本本 从衣着体验到大袋美食 甚至还可以搭配商圈文化巡礼 现在的国旅的方案非常的多元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不想要把这个 住房专案变成是一个价格的竞争 尤其是当你的价格呢 一旦你落到一个水平之下 那之后等疫情结束 那你之后要再把价格拉回来 可能就会有些困难度 所以我们是用一种加值的方式 那甚至把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 包含在里面 所以呢让大家慢慢地觉得 这样子的价格 其实对他们来讲 CP值是高的 画面镜头拉往南台湾 日月坛著名指标饭店 韩碧楼也在拼转型 第一步从菜色下手 一笔粒带鼓里肌 却暗藏浓浓浓台湾味 其实将它切丁的时候 其实我们将它先炒过 再不加入任何油脂的部分 我们先高温爆炒的时候 大概能够锁住它的水分 最后在熬煮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加入桂花酱 去做它的这个酱汁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 其实它在浓厚的凤梨香当中 会带点淡淡的桂花香气 就连让人垂涎的法式洋排 也都藏有在地化的煮出改良 骨坑咖啡烟泡入味 在煮上原住民特有的 罗氏炎肤木 肉质软嫩 味道清香 韩碧柔在后疫情时代 搭载国旅大爆发列车 业绩翻红 但转型之路也没怠慢 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很多常年旅居在国外的 这个华侨 这个华裔 纷纷都回到国内来 来这种居住 那他们反而更认识了台湾 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比较忽略 台湾这些观光的 或是这些深度旅游的景点 注重在地化 发扬台湾味 甚至连董事长赖正义的云林家乡菜 辣炒三笋 苦茶油炒饭等私房料理 也都有原汁原味 搬上餐桌 因为我们董事长 他在曹林那边的人 他就怀念他小时候的味道 董事长夫人他有特地教我们 就是应该算是董事长的妈妈的 就是他有指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蛋先稍微煎 然后煎得有点焦香味出来之后 然后再放下去简单的拌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苦茶油 因为也是他们那边特制的苦茶油这样子 不只餐饮做出调整 后疫情时代 韩碧楼主题式的战略转型 往养生度假风格迈进 各种生态行程 搭配专业导览 让他们成功吸睛 那我们观察到本来我们希望平均流速的天数 大概两三天 从过去的大概1.6天左右 居然就我们延长到了大概三天左右 所以这个是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我们做转型的一个调整 所观察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作判政府端恩给予协助 业者在后疫情时代积极转型 靠着各种特色撑起起立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